第五题 下列有关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何者正确 我们上课刷过 安培剂跟伏特剂的使用第一步骤都是归零 所以诸选项说 安培剂使用前需先归零是对的 接着我们又说 我们要把安培剂跟伏特剂的正确连接 第一个叫做安培剂要串联 伏特剂要并联 同时第二个叫做正要接正负要接负 所以B选项说安培剂要跟待测误并联是错的 同时第三个就是在使用时 我们测量又从最大档位开始依序往下降 然后让指针偏转最大又不超过 所以A选项说 安培剂测量范围因由小而大渐渐改变是错的 应该是由大而小渐渐改变 同时我们也提示过各位 我们安培剂不可以直接跟电池连接 然后以免它烧毁而不是伏特剂 所以C说伏特剂不可单独与电池连接 以免烧毁呢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呢就是珠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安培剂使用前需先归零 这个谐某某某某某某某种很简